运动员蒙古选手安德利格尔胡任尹耀 29号台裁判员吕扬 运动员陈志颖哈纳嘎日 30号台裁判员王雪尔 运动员宋彭举 俄罗斯选手弗拉吉米尔马 31号台裁判员张月秋 运动员俄罗斯选手亚历山大切 陈强 TOA台裁判员王瑶瑶 记录裁判员陆岳马新宇 运动员阿根廷选手佩德罗卡蒂瓦 伊朗选手阿里波戴尔 现在比赛开始 请双方拳手争夺开球拳的拳 预备 3 2 1 Go 黑斗罗卡蒂瓦获得开球拳的拳 欢迎收看三胖蛋大瓜子 乔石碑2024中式台球大师赛 甲吉分战赛巴烟闹尔战的TV台现场直播 大家好 我是张庆勇 盆禅比赛呢 是败布的第三轮 输掉的球员会被淘汰掉 画面左边来自于阿根廷的佩德罗卡蒂瓦 画面右边来自于伊朗的阿里波戴尔 这场比赛呢 依旧是限时80分钟讲期 比赛开始 第一局 佩德罗卡蒂瓦开球 首先来看一下第一局 阿根廷球员 佩德罗卡蒂瓦 上来呢 直接中弹没有扎进 选球还是比较好选 左上方 左边中弹 单侧都有 选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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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方直接左下角 7号 7号 好 选到之后呢 右边两裤出来 这个位置的4号角度还有点偏大 看想法要不要先打一看 红3这边能看得到 红3在左下同样后面是可以较位的 现在如果去打这个4 白球横向低杆能顶到红3 红3刚好可以K到9 9这边可以把8号跟10这个位置再带一下 看看有没有一个比较好的效果 顶开 好这里面红3勾打了 后面要看看8号的右下角 10号呢这边可能会挡住一点点 感觉上现在能打 但是有点要吃到下方带脚附近进 8号就会打得精准一些 左下是肯定没问题的 红3 白球 转到这儿的话来看一下 摄像方有一个6 左上可以传一杆 中在这边应该还是可以看得到的 黄翼 好继续 打的稍微厚一点 稍稍带一点点左塞低杆 边空往下 调右边的中带 来看啊 右中 同时看看后面2号的就位啊 这个位置如果能够叫到一个顺推直接调8号 现在画面右上方的缝隙里是最好的 可以高杆 推下来 8号呢打反向的底带是没问题的 转移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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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局阿里扑戴尔胜 比分1比0 3бы得肉 4加図 3 uy at 4把 谢谢大家 第二局 阿里破代号的开球 比较大力的一杆开球 右边中带有球炸进 排球位置还是挺好的 在右边中带附近 选球还是好选 右上方 左下都可以打 延时 延时 右上方 还是右上 好 打进低杆下来 调到这个位置之后呢 中带可以选一颗 二号这边就可以先上去 把六打了 下来之后红三 暂时没有看 右边的二号 还是左边红三 下来之后呢 看这个位置 扣置就低杆往右边 锁顶到九都没事 把下方的荒衣较直 好 顺推向下 下方两边底带四五 后面可以上去之后呢 拿六号底带 跟二的右中去调八右下 这球并没有顶正 左边再来 右下角再来 有角度 这个位置 看白球 直接低杆上去的话 就要小心这个九号了 所以看这方向 右边绒带倒是 可以下方吃库 往上走 往上走 再来 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呢 二号角 中低杆 左赛 持库向上 可以考虑走两库 弹起 六号不要叫直 一点点 一点点向下 中肯登下来 右下角 下方准硬杆 下方准硬杆 没有打击 好 再来看一下 花色 这球打薄 有点多 好 花色来看看 首先是 左下这边 怎么样 中带倒是 有一颗九 而且顺势高杆 从上往 左下这边呢 可以去兜一下 黑八倒是 现在要看看 下方这个位置 延时 再来 有角度向上 这个位置 稍稍推一点 右赛高杆 持库弹起 调十三 右中 打进 用十二向上的角度 再调 中带 中地端清点 打进 然后刷二向上 看个角度 中地端 中地端 还是有点轻 这个位置 中地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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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中 左中 看看白球 轻推进 再来 十一号 这球感觉还是有一点点可以向右的角度 考虑较近的话 可以左赛高杆持两裤 把白球较到左下方稍微近一点位置 去推 推这个八号球 去推这个八号球 去推这个八号球 强强的蹬过来 准一竿 这时候中带的角度还有点小 没有打进 但是现在这个效果 阿里泼泰尔这边也不好打 轻轻一推 要碰球之后再吃酷才可以 要勾吗 量了一个横向的勾球位置 还是要防守打包边 放远 这个位置要看看准度了 同样啊 左下 准进 第二局佩德罗凯迪瓦森 比方1比1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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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第三局 黑德罗卡迪瓦开球 感谢观看 开球 摆球吊带犯规 现后自由 感谢观看 先看一下选球 两边中带也比较好选 好 左边挡光1k6 还不错 这杆是有效果的 现在这个点位来看一看 左边有一颗7 这个7号位置可能会有一点点挡红3 右边有6 上方还有两颗 这里呢 两边先打一颗 就可以把红3的近带问题解决掉了 再来 左下方 继续 好 横向的低杆 蹭了一下9 这个位置 左下还有 这球要看看白球角度 角度合适的低杆上去 再叫3右下向上 还可以啊 这个球冲低杆 走的有点过 下方红3再调 这球还要强行的从下方之后往上去叫 发力 稍稍带一点点中高杆右赛 左边蹭两户 这个位置还能打 打二的话轻轻打 弹起 再推 右边稍稍多推一点点 8号左下角 8号 没有打进 再看花色 10秒 延时 13这边就是做防守 我们来看一下解球 右边边扣横向的 右向左 解8号 解到 反向再来看花色 这球现在位置就不好打了 右边再去贴9 用15再挡一杆 走 好的 好 再看看这杆解球 先看看从上方库边 现在画面左边的这个位置 向右下 走这个10号跟11之间的缝隙 差了一点点啊 没有解禁 这个白球位置反向的话 有一颗花色15 右下角 10秒 看这个啊 打进 再来 下方推久弹起 这球可以考虑一点点的左赛 让白球往画面左边角度小点 继续 这杆看想法 最好是上去先把上方球打了 最难一颗就14了 这个位置你正常用12号去调11叫14啊 下来之后两边中带 看白球 看白球 好推上来 变成13中带 这球角度大爆停了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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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倒14 这球离得有点近 有个难度 爆出肝 要看准度 太厚了 下方代口8号 第三局 阿里普代尔胜 比分2比1 alp 以一颗匠心 超过30年的经验累积 全世界数百万使用者的反馈数据 懂球 懂力 更懂你 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声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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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局 阿里普代尔开球 右中14扎进 白球这杆到下半台了 下方来看看两边底带 左边4右边15 这盘局面还可以 如果选单色的话 就是后面黑8带口会稍微的麻烦 下半台的这个花色非常多 而且挡了一些进攻的带口 我再看啊 选单色之后呢 把红3打了之后 这个8右下怎么样 好 再来 红3有得打 8没有 好 左边5号 中的一杆弹起 没打进 我们再来看花色 嗯 上手呢 这个位置打下方 底带 右下方有个15 左下方的这个位置呢 就有点够 有点身材球 10秒钟 明天 盐湿 因为 我许 余 再看这位置 11号 中低杆从右边 再去调一杆边壳的酒 交道 再来继续提高桥上 看这杆 这杆球呢是一个向上的角度 杆方稍低点 从右边上去 要高杆的话 左边持库向上 这个白球 要看看角度和位置 较到这 那么右上角 看准度 白球正常去高杆走一个一二缝隙下来 再来 下方底的还有啊 而且是一个向右的角度 而且是一个向右的角度 看白球 轻推 轻推较中带 但是打薄 没有打进 红三啊 看下准度 打进 但这个白球 但这个白球并没有推上去 但这个白球并没有推上去 左边不好打 上方六 同样离得太近了 角度 也比较大 下方还要再拼吗 做防守 横向低杆 用八号这边挡一下 谢谢大家 接球 勾的比较正 又下挡住了 但这个球 上方再把七和黄一这边打一下 白球往右边放 可以再挡一个二 又防了一干 看解球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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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再来看一下解球 碰到了黑八 这边还不太好打 首先是8号的右下角临近带口被挡了 好 冲台打进 上方打进六 二号呢留一定角度 好 继续啊 中低杆二下来 下方来看啊 把这个黄一叫好 好 那么右边 后面可以用五 去叫8号左边的带口 嗯 稍稍带一点点中低杆弹起 留一个五号向上 向右的角度 正常推下 左边的中带 左边的中带 好 稍稍带 第四局 阿里普代尔省比分3比1 第四局 阿里普代尔省比分3 第四局 阿里普代尔省比分3比2 第五局 佩德罗卡迪瓦开球 冲的两边并没有扎进 这个白球 右边还比较好选 双方有7 看左边想法 带一些很强的左赛可以去带下一二位置 轻可以到黄一 这个效果不算好 下方离花色有点近 看下方底带这边 勾直就低杆 再带一下 10 seconds 5 4 延时 还是推防了一干啊 没有打 再看花色 这个位置 上手倒是有得打 花色难点稍微多一下 左下方这颗跟右边变酷的 贴了一干 我再看单色 轻轻再打一干 继续等机会 翻过来 看14 嗯 挡住地带 现在这个局面是比较复杂的啊 同样单侧这边也不会着急进攻 再把这个底带位置打开 嗯 还不算好 6号球在左边位置有点离花异太近了 后面需要较的近一点才能更好去打左边的中带 10 seconds 10 seconds 10 seconds 再包上去一颗 嗯 这个点位的话 首先6号先看看左边的中带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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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护进1k 中带再来 黄1 稍稍有点清 上方准硬杆 稍微低杆横向右边 较3 打薄没有打进 打薄没有打进1k 左下 低杆 那么这个位置的话 右下方有15 这杆可以支持 你用低杆直接奔着右上方 先把右上两颗边阔 9跟13 交道打进 然后用11下来 8号刚好也在下半台 有点顺材酒 加杆 电视 好吗 先把这个时候放进去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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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球停到了带口 我们这个位置左上看我们到下方来看看 红3 左下角 转进 好继续 2号球 可以稍稍推一点点 重低端 一点点右晒轻腿弹起 留一个5号向左的角度 这就来看角度怎么样 强行的中端左边蹬下来 这个位置 有点偏直 再推 力量稍稍重一点 尺库自然向上 8号左下角 继续 左下 第五局 阿里布大尔胜比分4比1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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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第六局 阿里破戴尔开球 犯规 有球扎进 白球掉带犯规了 现后自由 这个位置 右中 花色十五 整盘花色位置还是不错的 主要就是考虑到上方单独一颗十四 争取去提前教导就可以了 打进下来看白球 交到这的话 九号角度有点偏大 左边有一颗十一 这个位置 看能不能直接先上来 十一大剑 这盘现在有点麻烦 中带先打了一颗 那么来看这一根 左边有十二号 缝隙之间可以调九 然后十三往上 这个十三往上的时候呢 较为较看想法 较右边中带再去过度十四 就是这个角度可能还会要求的细致一些 下边没打进 再看单色 中带的七号 犯规 上方掉带犯规 自由球 自由球 这个的话就可以考虑啊 先把上方的十四打掉了 然后留角度能先下来 中带十下方这边有九 都是可以过度的 再走 有的薄 稍推一点右赛啊 可以走两裤下方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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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来 把这扇打进 这个要看白球位 对 缝隙之间 没有叫好 这球有点麻烦了 首先来看一下 9.13又中 传球 没打劲 9.13又中 再看这个 左边包边 没有完全挡住 先看一眼翻中带 再看下方酒 这酒是够下的 奖斐干什么 简直 坚持 右下底带 这哥让我看看白球 上方这个位置是很难打的 可以到可以到还有薄 这个位置还是有薄的 厚了一点点没有打劲 那这个点位的话 单色上手还不太好去处理 看想法 首先右上一颗5号 正常的中竿横向过来 就可以调中带 对然后来看看2号这边角度 利用2号的右中呢 上方可以奔着两到三裤呢 左上带口那个位置去戴一下 对2号球 这球有点薄看准度 要发力K出来 嗯带到 继续 中在这边4 继续 左下再来 左下再来 然后右中 第六局阿里扑戴尔胜比分5比1 谢谢 谢谢 银速胶边 银速胶边 具有国内胶边很难做到的特点 银速胶边的硬度达到了45度 使反射角高度接近入射角 银速整条胶边误差小于24 因而各部位酷性一致 欢迎各品牌厂家使用银速胶边来提升排球桌的专业性能 好胶边银速造 好胶边银速造 7局佩德罗卡迪瓦开球 7局佩德罗卡迪瓦开球 7局佩德罗卡迪瓦 2号 11号 3尾 50佩德罗卡迪瓦 2号 这个案的白球在开球线的右上方 来看这位置 左边上方有底带 左边中带这里有个2号 稍稍有点薄 好下来 下来之后呢 看这个位置 左边有2 白球看想法 这里边 要不要去顶着对方的11号 这个11呢 稍稍有点麻烦 对于左下方的四五进攻 好 看白球 推两阔向上一勾 蹭到了个薄边 这个薄边现在 还不好打 看看4号的右中 打薄没有打进 好 11如果没有 就只能看上方的底带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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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方推进 有角度 好 这个位置15中高杆下方去带一下10号球啊 这个位置蹬出来 蹭到了一点点薄边又碰到11还有的打继续 下跌杀 下跌杆左上方还能K 右蹭到13很强的一个右赛 底带这边看看9准硬杆 准 再来 吉封 来 薄了 下方来看看这杆 扫修 打到带脚没有打进 但这位置挡住了左上花色底带的进攻 这杆又看看十四想法 要打厚一点 稍稍带一点点左塞底杆去K一下 西枯K球 高杆去刮 K到一点点薄边 再来看拼翻中带 可以下地杆发力去翻一杆 没翻进 翻过来看一下四号这边 打下方一半 七八这边是可以做防守的 翻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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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准备 看准备 翻过来 看准备 十秒钟 差了一点点 来看这个黄翼 有没有想法去打一杆 带低杆拼一杆 这球有些冒险 一旦打不进之后 白球不能防到右上 这个带口的花色会漏 拼近 拼近之后来看这位置 首先来看6 如果右边没挡 左边就可以打5 再推 自然的中高杆直呼向上 然后左上方两颗 直接滴干 8号叫中带 稍清了一点点啊 再薄一杆 第七局 阿里泊戴尔胜 一分6比1 谢谢 点声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由中乍进 这个白球的位置 右边有一颗带口 单色 有个5 并且这个位置 打5可以两颗奔着 14黄翼这边去兜一下 这是选择单色 花色下方有10 可以到 K到之后呢 这个点位 黄翼有得打 这个二抗想法 包装带 再来 上方要7 角度 下方这个四角度稍稍有点大 看白球减速推下来 对 反向看看 63左边的中带 还是勾了一下 这一K之后呢 红3离得有点近 但中带是有得打的 主要呢 这个位置上方 还有一颗14 可以接力 打进 再来6号 继续的高杆横向推进 然后看想法 这里边 8号两边底带都有 这场是半一步的比赛 输掉的球员会被淘汰掉 打进 本场比赛结束 阿里坡戴尔胜 逼分7-1 好 那这样的话 恭喜来自于伊朗的阿里坡戴尔 赢得本场比赛的胜利 来自于阿根廷的佩德罗 卡蒂瓦 遗憾被淘汰掉 下场比赛 16点整 稍后见 好 好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